特朗普总统说,美中很可能达成真正的贸易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天2月3日,接受美国哥伦广播公司,面对全国Fest Nation独家专访时表示看来,美国在跟中国达成协议方面进展不错,如果达成协议,这个协议将会是真正的协议,而不是一种潜移之计。 特朗普在专访中对主持人玛格丽特·布罗南说,我可以告诉你,美中两国领导人从来没有人比我与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关系更为密切,我们有很好机会达成协议,我不知道我们是否正在达成协议,但我们有好机会,如达成协议这个协议会是真的协议,而不会只是潜移之计主持人布南在节目中说。 特朗普上任一百天时,但面对全国节目中,曾说如果中国帮助解决朝鲜问题,他会接受一个并非完美的美中贸易协议主持人问特朗普,现在是否还支持这个立场。 对此特朗普回答说是的但是我认为,我们现在有不同的立场,美国向中国施加大幅关税中国,正在付出高昂代价,这严重伤害到中国的经济。 我希望中国与美国达成一个公平的协议特朗普,表示,中国在朝鲜问题上帮了不少忙,尤其是在他与朝鲜开始接触时,他说中国停止从朝鲜的进口。 禁止很多东西,经由边境运入朝鲜他说中国的立场,或许跟你前相比有些放松但,是现在朝鲜无疑正在跟美国对话。 朝鲜希望跟美国达成协议,我们正在跟朝鲜制定一个协议,在美国是否会从韩国撤军的问题上。 特朗普总统说,美军在韩国驻军的费用很高,但是他没有这样的计划,甚至都还没有讨论过。 特朗普星期天在面对全国节目中还说,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拥有朝鲜成为强大经济巨头的机会。 又成为全球最了不起的经济大国之一的机会。 金正恩拥有核武器,以及按着目前的做法,就无法成为经济大国。 特朗普在节目中再次表示,他喜欢金正恩,他跟金正恩相处得非常好,非常投缘。 一些人看到他跟金正恩的重大往来,感到不可思议他说。 人们认为,他跟金正恩的往来是历史性的特朗普说。 这些并不意味着,美国即将与朝鲜达成协议,但他肯定美国有很好机会与朝鲜达成协议。 理由之一是朝鲜位于俄罗斯中国与韩国之间,这是个非常好的位置。 特朗普说,他做的是房地产业之大位置地点的价值朝鲜有机会成为一个经济强国。